Hi,大家好,我是Patrick 最近有个同学跟我说 问我要不要申请一个新的签证 叫做英国的HPI签证 说可以拿这个签证去英国找工作 然后我就很好奇 然后我就去英国的官方网站上搜了一下 果然有这个签证 它是英国的政府工作网站就可以搜到 它的全称叫做 High Potential Individual Visa 就是高潜力个人签证 我搜了一下真的有这个签证 然后我就很好奇 点开看了一下它的要求 我发现它好像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签证 所以说我今天跟大家刚好聊一下这个事情 它呢其实是针对它所谓的全球一些 它认为比较有潜力的年轻人的一个签证 那它的要求呢是 首先它会有一个学校的名单 那你这个学校的名单呢 必须在全球三所大学的前50的这个排名list里面 占两所以及以上 你才有它这个大学的名单 然后具体的大学名单呢 它这个网站上其实也有啊 我可以点给大家随便看一下 比如说2021年啊 它是这样写的就是 如果你是在2021年的10月1号到2022年的10月31号期间毕业的 那你呢就可以去参考你毕业的这个时间段的这个学校名单 那我看到这个学校名单啊 大部分学校还是美国的 比如说加州理工啊 哥伦比亚大学啊 康奈尔大学 杜克大学 这些都是美国最top 前20的这些学校 那除此之外呢可能瑞士有一些学校 然后瑞典有一所 京都 日本京都大学 加拿大有麦吉尔大学 多伦多大学 然后中国呢其实是有四所大学 首先是中国大陆有两所大学 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然后香港呢也有两所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还有一个是香港大学 那如果你这个时间段在这个名单里的学校毕业的话 你就可以申请这样的一个高潜力人才签证 那这个签证呢 其实它是一个短期的算是工作签嘛 就是你可以申请这个短期的签证 然后在这个签证有效期 你可以去英国找工作 不需要像之前一样 你是英国的毕业生 你才可以拿用学生签证去找工作之类的 你拿这个签证也可以去英国找工作 那如果你找到了工作 在那边换取了 比如说工作签证之后 你就可以持续在那边生活 然后我印象中之前查到的信息是 如果你拿工作签证 在英国生活五年的时候 你就可以申请英国的永居 就可以长期在那边生活 那边的身份 但是我不确定啊 你这个高潜力人才签证的这个 有效期在不在那五年之内 所以说这个可能要等它的细节出来之后 我们才知道 这个签证呢 如果你是在过去的五年 每年它有一个list 有一个学校的这个名单 你在过去五年 你在它这个名单里面毕业 你就可以申请这样的一个签证 那这个签证呢 还需要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要去在英国官方一个 它那个网站上写的一个叫 ECCTRS的这个系统里边 去认证你的学历 做一下你的学历证明 这个我其实不管是你申请美国 加拿大移民也好 身份也好 都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 怎么说呢 这样的一个学历认证的 然后网站上着重说明了 你不需要一个job offer 就是你不需要一个 申请到一个工作 才能去申请这个签证 也就是说在你申请的时候 这个签证是跟工作无关的 你可以先拿了签证 再去那边 再去看是不是要申请工作之类的 如果你成功的申请这个签证呢 你可以拿到一个两年的签证 那如果你是PhD 也就是如果你是博士毕业的话 你可以拿到三年的签证 然后你可以拿这个签证 去换其他的长期的工作签证 如果你找到了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跳板 如果你想去英国生活 去那边工作的话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跳板 然后这个签证呢 是从5月30号开始申请的 然后它的一些详细的细节 也会在5月30号 有这个详细的这个细节出来 那怎么申请 什么样的流程 你具体要提交什么样的材料 这个在5月30号 当天就会出来 然后它大概可能要花费 715磅的这个花销 去申请这个费用 然后我之前看到说 好像还需要你有一些资产证明之类的 但是好像不多吧 大概可能有个一两千磅 两三千磅 我印象中 就是可能几万块人民币的 这样的一个资产证明 证明你可以有资金支撑 你初步的去那边生活吧 这样一个情况 我是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在这个名单里面的话 在这个学校名单里面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你不需要之前在那边生活 也不需要有那边的学历 就可以直接去那边工作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然后我其实也跟我同学 我同学问我要不要申请 我其实也跟我同学说 我说你其实如果要申请的话 其实我还是劝你可以趁早去申请 因为大家知道这种工作签证 还有这种移民情势的变化 其实是顺序万变的 有可能大家拖一年两年 本来你的你是可以有机会申请 但是可能英国的政府的政策随时在变 当它变化之后 你本来有这个能力和有这个资格去申请的 可能变了就没有了 我觉得这个失序也挺可惜的 而且我觉得对于一些还在纠结的朋友们 如果你有你有这个条件 然后你有这个资格去申请 但是你还在纠结的话 我建议大家计划好之后 先把这个签证给申请了 因为你把这个签证抓在手里 其实你多一项选择嘛 你可以抓在手里之后再慢慢的去思考 但是有很多时候可能 等你想清楚了很多事情之后 你发现这个机会已经没有了 到时候就很可惜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现在看到的 关于这个高潜力人才签证的 现在我看到的一些信息 那如果具体后边有信息出来的话 我认为有继续分享的必要的话 可能大家继续分享一下 那至于我自己要不要申请 我觉得我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 再重常记忆一下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嘛 高潜力人才签证的这个网站呢 我会放在我的视频下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点开去看一下 它这个官网上其实写的还是挺清楚的 好那这次分享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欢迎大家点赞分享关注评论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